另外在帶您看到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升溫的影響 花蓮縣議會在今天上午的議程是突然宣布暫停開會 但是在花蓮還沒有確診的案例 而且這一次的議程是有許多的法案要來審議 那麼讓不少的議員也感到相當訝異 來到花蓮縣議會的議事廳 原定24號上午召開的臨時會議長已經宣布暫停開會 因為提案的議員認為花蓮目前居家檢疫的人數已經達到500多人 是相當危險因此建議休會 經過議長詢問與會議員只有一位反對 但因為這次臨時會要審的法案供有11項 大致分為建設類和社會福利 進而從幾百萬到三億多 休會讓部分議員感到不解也很憂心 應該先前跟議員們先溝通嘛 忽然這樣子 哇 休會 大家覺得 忽然覺得大家都覺得措手不及 因為縣府議會有這麼多案件進來 我想如果整個休會的話 可能我建議啦 就是說有關於社福類的案件 還是要優先來審查 花蓮縣議會表示 這次花蓮地方史上第一次因為疫情而休會 如果有相關法案受到影響也很遺憾 花蓮現在是零確診啦 就是說居家檢疫的部分全部有500多名 所以也是非常危害 也是非常嚴重 那我們花蓮縣議會為了就是讓縣政府可以全力 來做好防疫工作 也確保說我們議員以及這些縣府官員的安全 所以就先延會 而檢視花蓮縣政府這次的臨時會提案 其中比較大項目的有地震災後工程附建 還有花東基金補助款和弱勢族群脫困方案 與遊民關懷項目至於何時能再開會 被夭視疫情狀況而定 記者花蓮室報導